至于台南的慈激志工 今天是前往地势相对比较低洼的白河 进行安心家访 这里的状况是很多的长辈 就住在祖传的老房子里 每逢大雨避淹水 他们的愁苦是说不出来 看到志工到来 难过得流下眼泪 望着残破的家园 满目疮痍 年漫的女屋主老泪综横 慈激志工家访 抚慰关怀 这是李家第三度被大水围困 老宅旁六米高的堤房 竹得越高 暴涨的溪水一堤以后 淹得越惨 七八十年的老宅灭顶水退以后满是污泥 怎么住是个问号 李家务农为生 但这一片可以收成的木憋果 心血全泡汤了 不知李家最靠近提房 花了三千元租下古厝的独居老妇 才住了十五天就遇到了水洁 越听越是酸楚 还有这户张家一家六口 住了一家死的老家 屋顶不保 家具泡汤 污泥遍地 唯一留下 堪用的是上次水灾 志工送来的浮汇床 白河最低洼的水市委 因为溪水暴涨议题 造成十多户的民宅 被大水围困 此季志工挨家挨户 送上了祝福礼和应集金 祝福礼和应集金 集金的一个发放 这是上人 给他们压压惊 此季救灾不但要减燃眉之急 仿式关怀也将持续 做乡亲最坚强的后盾 帮他们从受创中 站起来影向阳光 大爱新闻 翁崇文正瑞平 温宝琴李怡露 台南报导